走下主席臺建議票不浪費 立法院長韓國瑜在掌聲中 走進圈票處位赴議案投票 市廟中下好離手快狠准 要把兩張選票投入票軌 但綠營立委紛紛向前當面嗆瞎 賴立委趕緊上前護駕 但綠營不滿聲音擋不住 民進黨質疑依照立院組織法 院長副院長不得擔任政黨職務 因公平中立原則行使職權 怎麼還會高調投票 投票結果很明顯的 就是已經有輸贏的時候 事實上院長主持 意思中立的原則 應該是為優先 所以我是覺得韓院長 出來投票是不恰當的 質疑要投反對票 不差院長這一票 不過新政院對國會改革 提出副議案 央央撒撒列出好幾點 質疑立院在審法案 程序有問題 那應就指是直接針對的 就是韓國瑜 意思就是院長用行動表態 反對行政院提出的副議案 畢竟副議案投票韓國瑜非第一人 本院原決議不予為辭 實任立法院拿王金平 2013年為了會計法副議案 也親自下場投票 翻開立院公報 從2002年就有六案副議案 王金平投好投滿 皆有表態 根本搞錯重點 因為按照副議案的話 他要求的是立法委員過半數 所以基本上並沒有什麼可否同訴院長 才出來表決這件事情 認為是否投票跟議事中立 是兩碼之事 畢竟非前五股人 TVBS新聞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